杜林体育报报道,AC米兰正在寻找球员补强中场力量,现在有5人是红黑军团的考察对象。 报道着,在莱昂纳多的演员名单中,帕奎塔和帕雷德斯排在前列,除此之外,还有巴雷拉、托纳利和拉比奥特,知求法国后摇的还有巴塞罗纳和尤文图斯。 巴雷拉、辛皮尔洛、托纳利、拉比奥特、巴雷拉和托纳利都是意大利的本土新秀,前者出生于1997年2月7日。 不久前首次入选曼奇尼的国家队,先效力于塔利亚里,后者被称为辛皮尔洛,出生于2000年,效力于布雷西亚、拉比奥特1995年4月3日出生于法国圣莫里斯。 场上次之中前卫,先效力于法者的巴黎圣日尔曼,帕奎塔·帕雷德斯效力弗拉蒙哥的巴西天才中产帕奎塔,1997年出生,已经逐渐成为巴西祖坛最受人关注的新星之一。 帕奎塔在场上担任进攻中场,无论是过人还是传球都拥有非常高的天分。 自从2016年为弗拉蒙哥以线队上场后,帕奎塔已经在36场各项比赛攻进了7球。 此外,在为巴西U20出场的8场比赛中,帕奎塔也已经攻进一球。 2018年夏天,当巴西公布参加俄罗斯世界杯35人出步大名单中,帕奎塔是当中最年轻的球员,而在8月17日,帕奎塔也在巴西VF美国的友谊赛中,商演了桑巴军团出紫秀。 帕奎塔在去年夏天从罗马转投了泽尼克,转会费为2300万欧元,外加400万欧元的浮动奖金调款,你来想要把他大回意大利有一定的难度。